我們在做錄影或者是直播 或者是線上會議的時候通常會用 外接的麥克風來收音 那到底這一個外接的麥克風 真的有效果嗎收音真的品質會變好嗎 以我現在為例我現在加的這個是一個新型麥克風 新型麥克風就是他的收音是 這個錢我這邊靠近我這邊 那他後面的這邊的聲音是沒有聲音的 那我們來比較看看他到底有沒有效果 現在是用新型麥克風收音的效果 那我現在把這個拿開來 現在是收音現在是用任何麥克風是用 攝影機內建的麥克風 你們比較出來這聲音有沒有什麼差異呢 有沒有好了 如果有比較好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們這一集的節目是要告訴你是說 是不是手機安卓手機 或者是iphone手機 也可以類似像電腦一樣外接一個麥克風呢 所以我們今天的 影片會介紹說 如何將安卓手機 連接一個 外置的麥克風 還有iphone手機 連接這個外置的麥克風 然後這種外置的麥克風 是有兩種 一種是USB的規格 比如說這是USB的規格 好這是USB的規格 另外一種是3.5mm的 3.5mm的 那這個3.5mm我會採用的是 那個相機專用的那一種的3.5mm的規格 因為3.5mm有兩種規格 一個是3.5mm的三環 另外一種是3.5mm的四環 四環是耳麥 那三環呢表示是 純麥克風 我會用相機的原因是因為相機的麥克風的種類會比較多會比較便宜 而且 會更專業 那我們首先介紹的是安卓手機 安卓手機啊目前安卓手機大部分都是type c的這種接口 他已經將這個3.5mm的這一種接口給拿掉了 那我們要怎么連接這個 USB的麥克風呢 很簡單 你可以準備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這個 USB的OTG的線 這個是USB的母座 然後這個是type c 他這個是叫做type c的 OTG 你將這個type c的OTG 將他的這個USB連接起來 然後呢 連接到你的這個安卓手機 然後呢你就打開你的錄影 這個錄影程式 這時候你可以開始錄影的時候 你這樣開始按錄影的時候 聲音就會自動轉到這邊來了 就說已經轉到USB了 好我們實際 錄一段給你看一下 這是富士的單眼相機 今天我要 演示的是如何將 單眼相機 在這個 iPad或者是iPhone做直播 這個是在我在那個陽明山做一個錄影 我是其實我就是拿一個 安卓手機 按照剛剛的連接方式 然後就用那個 這個新型的麥克風做 測試的 你看效果真的是非常的 還不錯啦 ok 那再來呢除了用這個 Type-C的這個OTG之外 你也可以用這個 Type-C的Hub 這個Hub是意思說 他的接口就會多了 這個 兩個USB 他除了接一個麥克風之外 他還可以接什麼 以太網路啊有線網路 這時候你在做直播 線上會議的時候 你可以用 有線網路做直播 那 無線的話會比較容易被干擾 那麼會有一些不可抗拒的一些因素 我們可以這樣子接 然後這是網路 有線網路 好 然後接起來 然後呢 這個是那個 USB網路卡 接起來 然後呢 我們再連接到你的 安卓手機上面去 這時候你的功能 跟剛剛一模一樣 你開啟 錄影的時候 一樣會到這個麥克風 然後你的直播 也可以透過這個有線網路做一個直播這樣子 現在我們的安卓連接一個 這個USB的Hub 然後我這個USB-C的Hub連接這個網絡 還有這個外接的這個麥克風 那我們現在進行的是這個網路的設定 到你安卓把它拉下來 然後這麼個設定 請你向這個wifi先關掉 然後呢再跳回去跳到這個 連接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 行動 網路方面的一些連線方式的設定 按下去 然後這個一個以太網路把它打開來 這樣就行了 收音就是用他來收音 然後呢網路就是用這個 有線網路來 那麼 我們剛才這樣做完 大部分的app都沒有問題 比較要特別注意的就一款app 就是google meet的這個app 因為google meet的app 可能沒有辦法吃到外接的這個麥克風 那比如說像roon facebook的內建 app 或者是youtube的直播app 或者是 內建的錄影程式啊 這些都沒有問題 當你一接到這個usb的麥克風的時候 聲音就會跳到他們 跳到這上面來了 好 那麼google meet 可能要特別的留意一下 要實際做測試看看 看是不是有效 同樣的道理 這個安卓手機啊 怎麼連接這個3.5m的這個麥克風 我這是屬於那個相機用的 相機的這個3.5m是3.5m的三環 他不是耳麥他是單純的收音麥克風而已 好 好那麼因為現在的這個安卓手機啊都是usb c的接口 然後他的這個洞啊都已經 沒有把這個3.5m的接口給去除掉了 所以我們要怎么辦呢 我建議啊你可以買這一種東西這個 很便宜啊這30塊台幣就有了啦 usb的音效卡 然後呢你把這個 usb音效卡他有分成左跟右 一個是接你的 麥克風一個是接你的 這邊是接麥克風這邊是接耳機 然後呢 都是3.5m的洞 你把它接到這個麥克風的地方就可以了 接起來 這樣他就變usb出來了 那這樣的usb出來 就變成這樣 跟剛剛的這個是一樣的道理 都是usb的接口 那你就把這樣的usb的這一個接口 接到這個otg的線 這樣子 然後呢 再接上來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iphone iphone啊他這邊是lightning的接口 那麼lightning接口要怎麼連接這個 usb的這個麥克風呢 好 那麼 就跟剛才的安卓差不多一樣的道理 嗯我們要 買一個類似像這個安卓的usb otg的線 那iphone的otg的線就是這個這個很貴哦 這叫做lightning to usb3的相機轉換器 這樣接起來 好 那麼大家不要異想天開啊想說 哎我是不是就拿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充電線 那個母頭嗎 然後再把它轉換成一個母轉母的這樣接口 這樣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用這種 這一種線這叫做lightning to usb3的相機轉換器 才可以使用 然後把它接起來 然後呢 將這一個 usb 的這個 裝置接進來 這時候再開啟那個 那個 拍照啊錄影的或者是直播的app 好這時候你開始做錄影的時候 那聲音就跳到這邊來 就非常的簡單 我們可不可以像跟安卓一樣可不可以如法靠去說哎我在做錄影或者做直播的時候或者線上會議的時候 我的網絡啊 是需要練有線網路 那是可以的 你可以準備我們公司的這一款這一款叫做lightning hub lightning hub就跟剛才的那個 安卓一樣 安卓這是usbc嘛啊這邊是lightning 然後那接口就是變成這樣子 玩法是一樣所以我稱為是lightning hub 一樣把它接起來 然後呢將有線網路接起來 好這是有線網路 這個 好接起來 這樣接 好 但是啊 因為這樣要吃電所以你一定要插入這個額外的電源 這個iphone的這個充電線把接進來才可以使用 這個是這條線是iphone的充電線 然後呢你再把它插入你的iphone 好這時候 你有看到這上面有一個 邊使用邊充電的符號的時候 表示說 這樣的功能是沒有問題的這時候你在做錄影的時候他就會到這邊來然後呢做直播的時候也會用有線網路做直播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進去到iphone去設定才可以跳到有線網路 到他的控制台 然後你看到這邊有一個wifi 請你先將wifi給關掉 然後呢你有看到這邊有個以太網路 因為你插上去之後就會出現這個以太網路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個 這個這個 你會看到你的ip 這個ip啊就跟你家里那個路由器的ip是同一個網路 你有看到這個192開頭 因為你的路由器是192開頭嗎 表示說你現在的iphone 的網路是來自於這個有線網路 然後呢 收音的功能是來自於這支外置的這個麥克風 同樣的道理 在iphone的世界里面也可以接這種相機用的3.5am三環的這種 麥克風 那麼接法就是 跟剛才講過一樣接這個usb的這個 音效卡 接進來之後 然後呢連接這個lightning to usb3相機轉換器 這時候這樣的效果 就跟剛剛講的這這樣的麥克風的這樣的效果是一樣的 是等價的 ok 所以呢 就跟剛剛一樣接起來 然後呢連接進來 這樣子 這樣你的iphone的收音就會變成是這個東西 變成外接的麥克風